全球经济复苏之际 各国复苏速度不平衡 同时面临着通货膨胀等不利因素 2021下半年 全球在经济周期中处于什么位置 各地区有哪些财政和货币对策 投资者如何预测全球经济的增长 对此 景顺首席全球市场策略师 对2021年下半年做出市场展望 景顺认为 目前正处于经济周期的早期阶段 虽然GDP正迅速恢复到疫情前的峰值 但这轮增长可能远远超越之前的峰值 景顺预期 未来疫情继续减退 各国重开 同时疫苗接种率提高 全球经济会继续上升 随后温和增长 景顺认为 直到2022年初 财政和货币政策会继续刺激全球经济加速增长 同一时期 通货膨胀也会随之上升 但只是暂时何可控的 景顺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二大风险 疫情复燃以及通货膨胀 景顺强调 目前疫苗无法保护的变种病毒 是关键风险因素 疫情复燃可能导致经济的再度封锁 不过景顺预计 即使疫情反弹 对经济的打击也会大大小于2020年 另外 快速的货币增长可能导致强劲通胀 投资者需留意央行对此做出的反应 同时提醒 中国内地可能面对流动性收紧问题 但认为科技股仍具有吸引力 该行对未来三个情景做出投资建议 包括疫情反弹 通胀温和及高通胀三个情景 在疫情反弹下 建议投资者留意科技 食品 健康等板块 优先选择黄金 现金 主权债务等投资标的 可首选中国 日本和美国作为投资地区 而在通胀温和的经济增长下 投资者可留意工业 资源 金融等板块 优先选择新兴市场 及欧洲市场 可对股票 房地产等资产投资 对于高通胀环境 建议投资者留意欧洲 美国及日本市场的工业 资源 金融等板块 而对于近期商品价格上升 景顺认为 主要来自基建需求 对于商品超级周期说法 感到犹豫 预计商品价格 仍有上升空间 但过程将为波动